印度最牛男子娶39个老婆,全家子孙有180亿人,那么今天谈到一夫多妻,估计是很多男人们的梦想。 不少网友也曾表示过,如果能娶多个老婆,该是多么幸福的事。 我国古代男人有个三妻四妾都是很正常的事情,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当今社会,可以说根本不可能。 然而就在印度有一个男子,却先后娶了39个老婆,很多人听到这里一定感觉很是不可思议的。 所以说奇闻到处有,那我们就来说说印度这一家子吧。 这名男子名叫奇沃娜,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教派的教主,并且批准该教室可以一夫多妻的,于是他的父亲一生娶了7个老婆。 目前,全印度有400个家庭,跟随西安娜,信奉着查教派。 我想说不用猜也知道,这些印度人肯定是看中了查纳教派的好处,因为成为信奉者,就可以多娶老婆。 而且是光明正大的。 而67岁的乔沃娜娶了39个老婆,生了89个儿女,娶了14个儿媳妇儿,有33个孙子孙女。 这个大家庭总共有181个成员,荣获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家庭称号。 可能有人会担心,这么多人住哪里呢? 如今,西安娜一家住在印度米佐拉姆邦的巴克道恩村。 他们占据了一幢四层建筑物,共有一百多个房间,但因为人口众多,依旧很拥挤。 全家181个人,仅有西安娜本人单独拥有一个房间,其余人,只能二至三人合住一间。 据说,最多的时候,她一个月就娶了十个老婆,不得不佩服其经历,实在够旺盛。 而乔沃娜表示,她还会再娶老婆,并且,想娶美国女孩。 看来是想换换风格了,不知道有没有美国女子愿意嫁给她这样妻子成群的人做老婆。 181口人,每天能吃掉30只鸡,60公斤马铃薯,100公斤的米。 为了煮熟这些食物,他们家里煮饭的火,必须燃烧一整天。 看得出来,这家伙太会享受了,但我们在极度之余,也不得不佩服这位老汉的能力。 真的是够强大的,不是随便一个男人,就能搞定39个老婆,并生下94个孩子。 怎么样,羡慕这位教主的生活吗?对此教主又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评论区评论交流,感谢观看,下个视频再见。